但是我是生活中特别喜欢狗 狗呢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自从有了它们的加入呢 我的生活充满了色彩 我们来说说这个转折点好吗 我14岁的时候呢 家庭突然遭遇了一个变故 就是我的父亲去世了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挑起了养家的一个重担 换过很多工作 比如说最开始的收费品 当时弄一个三轮车 前面挂一个喇叭录好音 每天要行程将近一百公里 傍晚回来的时候 还要有负重一两百斤的东西 快到冬天的时候 天冷了就不做了 换了一份工作是 往乡下小卖店里送瓜子 每天带的货是两百斤 在自行车两侧 一边一百斤 总共是两百四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的身高是一米六五 体重是一百一四十三斤 所以有时候这个车子 要倒的话 我就很难把它扶起来 这时候我就需要等 路上有行人通过的时候 他来帮我把它扶起来 就这么来来回回呢 换了很多份的工作 当时确实生活是 非常的迷茫和彷徨 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直到有一天呢 我突然得到了一份工作 就是去世家装饰动物园 做一名助手 当时我就接触到了狗 我觉得狗跟我的生活 带来了太多的欢乐了 下了班回到家 它们呢就在你的膝下来回地跳跃 来回蹭 会咬你的袖子 会给你玩 它们会咬着这个塑料的这个石盆 在地上来回地摇头晃脑 给你要吃的 一天的辛苦 突然间就烟消云散了 从此我就喜欢上了狗 我觉得是它让我的生活充满了色彩 这四只狗是一直跟你生活在一起 是的 我每一次换了工作 或者是换了新的住址 我都把它们带着 但是你不在家的时候 谁照顾它 不在家的时候 它在家就散跑 这几个还是非常听话的 那你家有多大 我以前租过一个八平方的房子 是一个半地下室 每个月的租金呢 是280块钱 我记得 放了一张床 一个桌子 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我在床头准备了一个笼子 笼子里面坐两个 笼子上面坐两个 但是每天醒来 永远都在我